三年前調查局和移民署人員一左一右 將經濟同期反周五賢 押解回胎 當初周五賢就是和股市炒手古董璋 炒作唐豐股票 獲利金額高達6億元 潛逃大陸一度被押回 但好不容易等到今年6月底 判刑7年確定 人呢 又跑了 經濟要犯一跑再跑 重創司法威信 鼎立集團總裁秦祥玉遭指控成立互助會 違法吸金高達686萬元 判刑三年十個月確定 人呢 也是跑了 不但如此 前立委留附住炒股被判四年 落跑 由地下金融教父支撐的萬眾吸金六億 入監前 落跑 東地使成友好掏空四億 也是落跑 還躲過追溯期 重罪被告棄保潛逃再三發生 法務部建議修法增定 被告有宣判時到庭義務 而判處三年以上徒刑時 法院應當當庭羈押 不過司法院也有考量 我們必須在斟酌保障人權跟這個 就是說訴訟可以順利的進行跟執行之間 做一個平衡 那這個要經過非常慎重的權衡 司法院和法務部還沒有明確的相關辦法 修正法案也躺在立法院內 恐怕司法改革也會淪為空口說白話 記者 台北報導